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10月31日 只有半个交易天 可是股市表现还是相当好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小段恒生指数先大幅高开441点到23553点 往后一直在这个高台进行一个整顾 而直到上午11点半左右 指数最高见过23590点 最低就是23474点 那等于说不管是最高跟最低 指数都是走在20跟10点上 当然今天一个高开指数已经出现一个特破 尤其是指数是回升到10跟20点上以上 从走势方面来看 由于指数已经慢慢的摆脱了进一步下行的走势 那等于说整个反复不明 反复不断往下寻找地位的走势 暂时已经停不下来了 当然后一个阶段股市能不能够大幅度上去还是怎么样 我们还要看成交方面到底能不能够配合 其实这两天来说看到指数大部分时间 时间都是抓着两万三千点 可以看到股市还是比较稳定的 到今天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抽身 对股市来说这个当然是正面 可是我们再看一看 前交方面真的是一直很低迷 当然今天是半个交易天 不能够有什么预期的 可是到下个星期回来 指数在两万三千四也好 两万三千五也好 要是再往下走一定是两万四以上的 要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的话 股市的升势走势就会受到亏限的了 从走势方面来看 既然指数能够回升到十跟二十天线以上 再往下看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五十天线 大概在两万四千三百九十三点左右吧 那也可以这样说 十跟二十天线只是代表短期股市的走势 那很简单说一句 恒生指数要是能够还是稳守在十跟二十天线以上的话 你不用担心明天会往下寻找低位 后天就会大幅度下降 不用担心 不会的 可是整个中期的走势 我们还要看五十天线 从经验我们知道的 股市要是能够回升到五十天线以上 而成交方面能够配合的话 那个是一个中期的升浪的开始 反过来说 要是指数从高台下来而跌穿五十天线 根据而来的股要不断的出现 那个一定是中期的调整 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子 所以暂时来说指数只能够看得到它是错不回稳 可是能不能够怎么样大幅度上去的话 我们还是要看成交方面到底是怎么样 能不能够改善 新经济股份今天来说表现还是不错 可能是最后一个交易天 资金经理都希望把手楼上的投资稍微做好一点点 目的当然是为了投资的组合出来表现是好一点点 不过相对今年的高位来说 很多资金经理投放在新经济股份方面的投资都是亏钱的 只是希望不要亏太多而已 那这个不用亏太多的 在最后一个交易天 我们就叫做window dressing 稍微做好一点点 那明天怎么样 下个星期怎么样 到最后还是要看内地的政策 看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 所以股市回稳当然是一个好的感觉 可是暂时来说 我觉得不要太急的去跟进 我们再看看下个星期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然后再看一下